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 大家好 我是胖博 像谁在喊帅啊 对 没有什么眼光 看我们节目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题目非常好 对不起 我不是第一名 你们是不是针对了一通 对不对 你们为什么起这么一个题目 如果今天我们请了俱静怡 你们打算起什么题目 对吧 对不起 我才是第一名 当然我们节目也请不起俱静怡 对吧 但是我们请过黄婷婷 吐刀大会是吧 也坐在池子的旁边 李一彤 你今天坐在黄婷婷那个位子上 我保证你明年 稳稳的也是第三名 我觉得很多人的心态都不太好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去争一个第一 就特别的着急 我觉得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真的 我结婚以后啊 我结婚两年多了 我结婚之后 我父母也会问我 就是什么时候要孩子 他们也想催我要孩子 就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暗示我 就第一步就是把他们微信里的 中老年表情包全都换成了小朋友 一个小宝宝 胖得跟什么一样 五官都挤在一起了 举着一个奶瓶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真的 我现在都挺害怕 跟我父母出去逛街的 你知道吗 他们看到什么婴幼儿用品 童装就走不动路了 你知道吗 拿起一个衣服 你看这个小衣服 你看这小衣服 多好看啊 多可爱 是吧 我看这小衣服 我自己都像生二胎 你看这小鞋 你看这小鞋 多好玩 这么小这小鞋 你说这个小鞋穿着是不是有一种 穿小鞋的感觉 你们说透口秀的是不是就爱这么聊天 真的真的特别吓人 而且我觉得女生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压力 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吗 就是我觉得一个女生很多时候 就是如果你已经25岁了 但还没有嫁人 哇 这个问题简直比你15岁就嫁人了 还要严重 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这样 他觉得他25岁生日一过 在他爸妈眼里这个人 完了 哇 他说他现在跟他的父母聊天 就像被审讯一样 真的 就是把烟一拧 台灯一掰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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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呢 怎么回事 还没说呢 什么时候找对象 什么时候找对象 我说你 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你还年轻 现在还有机会 早点改造 早点重新做人嘛 你表姐怎么样 比你嘴硬多了 最后40多岁了 不老老实实接受婚姻的制裁吗 谢谢大家 彭博 看着彭博的表演啊 我由衷地感慨 要是有个孩子投入到了脱口秀事业当中 父母该多糟心呢 家里哪有隐私啊 是吧 一举一动 让孩子在这样的舞台上数了 数了完了之后还能得139票 是吧